你好,这里是每日听书请订阅我们,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,丰富内心,增长智慧,每日听书,万籁有生。 如需购买此书,请点击视频下方的购买此书链接。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,叫《芬兰教育全球第一》的秘密,《芬兰教育全球第一》。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夸张啊? 全球教育第一不应该是美国吗? 还有啊,不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最扎实吗? 估计啊,一听到这个书名,大家都会提出很多异议。 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的话,芬兰青少年的确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。 他的基础教育的确是全球第一。 世界经合组织从2000年起,每隔三年,就会对全世界的15岁学生组织一次名为 国际学生评量计划的学习水平测试。 我们下面呢会简称为披萨测试。 这项测试是世界上公认的,衡量基础教育素质的标杆。 它主要针对学生的阅读、科学和数学能力进行评估。 最近的一次披萨测试是在2015年。 有超过53万名学生,代表72个国家与地区参与。 芬兰是15年间,唯一稳定坚守榜单前五的国家。 其中呢连续三届它还都是第一。 芬兰学生们不止在阅读,解决问题能力上的评比排行高居不下。 在数学、自然、科学等项目上呢,也和亚洲学生旗鼓相当。 更可贵的是啊,在参加测试的72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当中, 没有通过这个测试的平均比例超过20%, 但是芬兰学生的失败率呢却不到5%。 而且啊,你可别忘了,芬兰这个北欧小国虽然才550万人口, 却孕育出了文明世界的品牌诺基亚和愤怒的小鸟。 它的创新指数高居全球前列。 而这些都与芬兰的基础教育不无关系。 也正因为如此,就连层名的经济学人杂志都强烈。 建议欧美各国的领导人暂时放下所有活动。 回到芬兰的学校上课。 那么芬兰的基础教育为什么这么牛呢? 芬兰基础教育的基本状况主要能总结为三个少。 第一个少是上课少,比方说芬兰小学的必修课。 平均每年只有651个学识, 比欧洲平均只少了83个小时。 是中国小学的一半多一点。 第二个少呢是考试少。 芬兰孩子在小学和初中几乎没有任何考试。 最多呢只有一些小测试, 学生只有在12年级的时候进行一次高中毕业考试。 芬兰的高中课程也不是以考试分数来评定学生的, 而是采取学分制。 一般高中生在2到4年间必须修完75个学分。 其中呢20%的学分为弹性选修课。 第三个少作业少。 比方说哈, 只有2%的芬兰中学生每周在下课之后, 花4个小时去学数学。 美国的这一数字呢, 却是芬兰的七倍。 咱们再想想哈, 中国的孩子每周放学之后, 要花多少时间上各种补习班呢? 大家听到这里呢可能都会问, 为什么上课少考试少作业少, 反而缔造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孩子, 和最顶尖的创新产业呢? 本书的作者陈芝华带着这个疑问。 走进芬兰各地的中小学, 陈芝华来自中国台湾, 是两位女孩的妈妈, 她是英国曼彻。 斯特都会大学的视觉传播硕士, 旅居芬兰六年, 也曾经呢在英国美国等国居住多年。 她以家长的视角, 透过孩子的求学过程和亲身体验, 寻找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。 那么到底芬兰教育凭什么崛起了全球艳羡的目光? 为什么不竞争的教育, 却有着全球竞争力? 这些我们能学得会吗? 好,那接下来, 我们就一起走进芬兰教育的秘密。 芬兰教育的第一个秘密是, 老师像个真正在开拓的创业家, 世界经合。 组织的官员评价芬兰的老师时候, 说过这样一句话。 多数国家的教育就像是汽车工厂, 但是在芬兰, 老师却像是真正在开拓的创业家。 为什么说芬兰老师更像是一个创业家? 而不是汽车装配工呢? 因为芬兰老师更具有创造力。 首先呢, 在芬兰, 老师有充分的教学自由度。 与课程自主权, 他们可以自行选择教材和教学内容。 甚至是决定教学进度。 每天呢, 芬兰的老师们通常只花四个小时来上课。 其他的时间都用于课程设计和评估学生。 另外, 他们每周还要花两个小时。 用于提高个人职业水平。 比方说分享交流教育心得。 学习新的教学方法。 所以呢, 芬兰老师对他们的学生往往非常了解。 而且呢, 他们有能力。 也有时间针对学生的发展制定课程。 对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, 老师们往往也能给出专业的意见。 那么到底芬兰老师是怎样给学生们上课的呢? 在芬兰的一所小学里啊, 五年级的地理生物老师正在实验。 同上一节课。 他们以欧洲地理为主题, 设计了一个课程。 老师把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。 给每个小组啊一定的虚拟货币。 让每个小组分别设计一个欧洲旅行方案。 内容就包括当地的交通时速状况。 以及针对所到国家的地理风貌和人文景观的考察。 方案的设计呢, 需要小组合作与交流。 学生要使用电脑和网络, 搜索目的地的交通街坡。 时速价格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等等啊。 各种各样的信息, 最终的方案要保证。 总费用呢, 不能超过虚拟货币的总额。 时间和行程安排合理恰当有趣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, 老师只提供指导与资源。 针对每个学生负责的内容和状况, 给出意见。 而最后的打分是由学生们互相评分的。 老师仅仅是充当裁判, 评分呢, 包括自评20%, 他人评分80%, 这样的分组课程设置啊。 跟我们熟悉的, 全班式集体统一教学不一样。 需要老师对学生有足够的了解, 可以这样说啊。 在情景教育里面, 学生就像进入了角色扮演模式。 能否把他们的潜力发挥出来, 这就需要老师。 能够及时地找到学生的使用说明书, 让每个学生都基线满满。 芬兰的老师就是一个创业者, 不断地观察学生每个时刻的表现。 思考改进教学方法, 尝试着把新的元素注入到日常教学, 如此重复不断观察归纳总结改进, 不会错失, 激发学生潜能的任何一个机会。 说到这里呢, 咱们来想想啊, 在我们的课堂上又缺失了些什么呢? 其次呢, 芬兰人对老师少考核不评比。 芬兰的学校里面, 对老师没有严格的考评。 芬兰人说, 我们的老师啊都是一样好, 学校不给老师做无谓的评理与评分, 不给老师打考核, 没有督查也没有评鉴报告。 家长信任学校的决定, 他们呢相信学校, 会在学生在校时间, 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。 而学校呢, 则信任老师。 相信啊, 老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质量。 不考核老师却给予极大的信任。 这对于一直在平定下长大的我们来说, 实在是有点难以想象。 瓦拉能博士是一家知名中学的校长。 他告诉作者, 说我不需要去管老师。 老师的教学如果有任何的问题, 最后呢, 一定都会反映到我这里来。 如果我们去管老师, 表面功夫又有谁不会做呢? 你要什么数据人家就给什么? 你一来呢? 人家就做个标准的模样给你看。 可是啊, 那有意义吗? 对学生有益处吗? 对整体的教学进展有帮助吗? 瓦拉能博士的质疑, 似乎一下戳到了十下国内教育的痛点。 2015年的披萨测试中, 以北京、上海、江苏、 广东为代表的中国学生, 排名也不差。 高居榜单第十, 但是呢? 报告也说了中国教育面临的一些挑战。 其中就包括了教师队伍的建设。 目前国内的教师评定方式, 刚好与芬兰是相反。 除了评比考核还有视察。 老师呢, 往往花很多的时间去应对评理。 尤其是上师范课, 反而令课堂成为了一场40分钟的教育秀。 可是啊, 难道芬兰老师的教育成果就没有任何的评估方式吗? 有的当然有。 主要在于芬兰老师的自我评定。 老师一年之中呢, 都会与校长一起讨论好几回。 老师不仅自行制定出一整年的教学目标与教学方法, 还要规划下一阶段, 或者是明年的教学计划要如何达成。 总结去年之中最令自己满意的教学, 成绩是什么? 为什么会让自己满意或者是不满意? 每隔一阵子呢? 老师还会收到不同意见与满意度数据。 这些数据, 让老师们对于校方家长学生等各方反应, 有全盘的了解与反思, 从而了解自己的教学方法和内容, 引起了怎样的效果和回响, 在这个基础之上, 进一步修改完善教学目标和方法, 而不是以单一的假等一等, 或者是按人数比例分配来绩效考核。 扭曲了老师们的教学热情, 芬兰教委会认为啊, 老师教学的目的, 是带大家去寻找一个思考和自我学习的动力, 而不只是帮学生提供答案。 这样的理念啊, 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深思。 再次呢, 在芬兰, 只有硕士毕业才能上岗当小学老师。 在芬兰呢, 想当中小学老师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 芬兰老师均选自最优秀的学生, 他至少拥有硕士学位, 同时呢, 要有同理心, 能和他人合作分享会面, 对于处理危机, 他要以孩子为中心, 能够协助辅导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, 我们以啊, 有芬兰教育摇篮之称的, 约瓦斯取来大学为例, 教育系从大约1500位申请者当中呢, 先另选出300位进行面试, 还会进行心理测试, 最后呢, 再选取大约90位左右的新生, 平均录取率约为6.4%, 因为教育不仅是一项技能, 还需要热情及创新思维, 芬兰第一大报赫尔辛, 基尤报做过一项调查, 芬兰高中生最向往的行业, 就是当中小学老师, 高于当总统和大学教授, 和世界上很多国家比啊, 芬兰教师的社会, 地位和影响力是很高的, 他们受到社会的信任和尊重, 有高度的专业自主权, 有能力学习才有能力创新教学, 教育才会不断提升, 芬兰教育研究院院长比喻在芬兰, 老师是最爱学习的动物, 可以说啊, 芬兰教育成功的第一秘密就是, 把教育, 当成自己终身的事业来开拓创造, 芬兰教育的第二个秘密, 是不放弃每一个孩子, 不放弃一个孩子,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, 做起来难, 芬兰教育呢, 则是从制度设计到资源分配, 都以平等为出发点, 人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, 这是芬兰宪法的规定, 首先呢, 芬兰教育为学习进度不同的学生, 进行弹性授课, 芬兰教育特别强调, 关注学习有困难的学生, 学习进度不同的学生呢, 通常呢, 会被弹性编进不同的班组授课, 这种分班, 和国内为了考高分, 充升学率而分的快慢班, 有着本质的区别, 在芬兰呢, 分班是为了找到更, 适合这些学生的教学方法, 而且啊, 芬兰的教育部门对所谓的慢班, 反而投入更多, 当学生出现学习困难的时候呢, 老师还会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, 进行个别辅导, 费用有政府负担, 在芬兰东部的一家中学里, 作者见到了一位叫慢班的老师, 正常上课的时间之内, 一间硕大宽广的教室却空无一人, 原来呢, 老师安排了学生们到各个商家, 比如披萨店、 花店、洗衣店、 餐厅、快餐店等等去实习, 而这些店家都是志愿支持这些学生的, 等, 学生完成了两到三天的实习回到学校, 老师呢, 会带着他们一起, 运用实物所学的经验来学习, 并且从中讨论生活里的各项课题, 校长解释说, 这群孩子不太一样, 他们的学习方式要从实物方面鼓励, 因为他们比较坐不住, 学习进度呢, 和别的学生不同, 所以老师们特别设计实践类课程, 并且会和孩子一起规划课程内容, 从他们感兴趣的去着手, 学校这么做呢, 是希望他们更喜欢上学, 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, 这些学生在暑假的时候, 还因此比别人多了打工的机会, 这般孩子, 没有因为学习进度慢, 而被社会和师长遗弃, 反而享有了更多的教育资源, 和社会关怀, 其次, 芬兰的孩子不论住在哪里, 都能共享一样的优质资源, 他们无论在首都赫尔辛基, 还是在北极圈上学, 都有一样的热腾腾的, 免费营养午餐可吃, 有一样的高质量的教材可读, 我们前面说到呢, 即使乡镇老师也得硕士毕业, 具备相应的专业素养, 因此呢, 不同地区的师资水平不会有很大差别, 有些学校在偏远的郊区, 公共交通不方便, 政府还特意提供计程车接送学生上学, 校内环境呢, 甚至更胜城里学校, 一如传说中的私塾, 这也是为什么, 参加披萨测试的芬兰学生, 来自芬兰各地, 他们的测验成绩却相差不大, 所以说, 芬兰教育成功的第二个秘密是平等,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, 帮助每个孩子, 找到自己人生最适当的位置, 找到最大的幸福感, 既然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, 就没有人可以自我放弃, 更没有人有权利去决定, 尤其是还在成长中的脆弱孩子, 芬兰教育的第三个秘密是不推优, 不抢跑, 一点也不着急, 芬兰的孩子啊, 满七岁才入学, 比大多数国家呢, 都来得晚, 在芬兰呢, 有的小学前两年, 会让学生们分成三年来读, 上预备班, 也就是所谓的零年级, 可能有人会反问说哈, 小学的一二年级有什么好模, 甚至是留级的呢, 难道不是赢在起跑线上才好吗? 而芬兰人却认为呢, 七八岁这个阶段, 是人格养成的最重要阶段, 即不得孩子十岁前, 是一切学习态度养成, 以及阅读习惯建立的基础阶段, 即便要多花上一两年的时间, 但是及早察觉到孩子有特别需要制定适宜的课程, 这样一来呢, 日后需要为这些孩子付出的, 额外辅导资源, 反而会降低, 其次呢, 芬兰的学校不推优不排名, 芬兰的学校系统里啊, 没有也不提倡退休, 芬兰的孩子在15岁之前没有大考, 即使是课堂小测试发考卷呢, 也是学生个人和老师之间的事情, 本书的作者有一次走访镇上的学校, 遇到一位数学老师, 对学生的一次单元测试结果不满意, 老师就跟作者说, 我不能够将这些成绩发给同学们, 我已经和校长说了, 必须再想个办法去了解一下, 为什么大家没考好, 是考试题目太难了还是他们没弄懂, 我们再来做一次之后再测验一回, 他说考试不是要给孩子带来挫折的考试呢, 只是让孩子和老师共同了解, 学生对于这门科目的认识到了哪里, 这就是芬兰对考试的定义, 每学期初, 班级老师会邀请家长和学生一起坐下来, 讨论小孩的学习目标, 等到学期末的时候, 老师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, 不是看他的班级排名, 不是和其他人比, 而是看他是否达成最初设定的目标, 芬兰学生没有成绩单, 只有学习报告, 因为呢在芬兰, 教育的目的是学习而不是竞争, 学校与学校之间, 也不会焦虑地去评估竞赛和排名, 所有的评估与考试, 都是为了让学生知道哪里去自我改进, 为他们提供日后成长的基础, 和学习能力进步的空间, 考试呢, 从来就不是要去辍学生与老师的士气, 或者成为批评他人落后不长进的工具, 在有啊具体的课程设置上, 也体现了芬兰市的不着急, 芬兰学校教育充分与生活教育结合, 从而呢让孩子达到终身学习的基础, 在芬兰小学基础教育当中, 除了语文, 数学外语这些通识科目之外呢, 还有工艺课这些很有特色的常设课程, 芬兰的男女生呢, 从小就开始一起学着打毛线采缝纫机, 运用锯锤纱膜拼制电路, 这些技能不仅实用, 还培养了孩子两性平等的观念, 工艺课上没有男女之分, 男孩子可以专注的用长短勾针织毛线, 脚踩缝纫机, 女孩呢也可以用锯和豹子来做木工, 2015年的披萨测试中, 芬兰是唯一一个, 女生在科学, 科目上的表现超过男生的国家, 作者走访芬兰学校的时候呢也发现, 平常看起来娇柔的小女生们啊, 在用电器锯子切割木头的时候, 一点也不比男生们声色, 后目镜和耳罩一戴啊, 俨然一副木工师傅的架势, 又聚又定又报, 另一个家事经济课, 也是一个很有芬兰特色的课程, 主要呢是从做饭做家务, 家庭理财这三个方面教学, 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日常生活技能, 学会理财, 课上老师可能给学生一间房间, 让他们自己选家具用品, 用什么色调的盘子, 放什么造型的椅子既舒服又美观, 学生呢要学会读懂食谱以及测量食材, 他们还要知道食材的生长季节和产地, 懂得营养搭配和食品安全等等, 课程还包括, 认识一个家庭的基本经济与预算概念, 怎样计划性的购买物品, 如何处理和分类, 洗涤一般衣物如何整理, 家里和房间垃圾的分类与处理等等, 工艺与编织家事与厨艺, 一切生活与生命中最真实的事情, 就在孩子们, 双手亲自去学习的几年之中, 点点滴滴的, 贯注在他们的血液和基因里, 更重要的是呢, 让孩子学会独立经营生活, 把学习和爱家庭爱生活联系起来, 从而呢更有学习的动力, 所以说呢, 分籃教育成功的第三个秘密, 就是不推优, 不强跑不着急, 在人生的启蒙阶段, 启动每一位孩子的那颗学习因子, 让他们能受用终身, 分籃教育的第四个秘密, 是让孩子爱上阅读, 在体萨测试当中, 芬兰中学生阅读能力表现极为出色, 而反过来看我们, 中国啊, 可以说, 阅读一直是让中国家长很头疼的问题, 孩子不知道怎么读, 不知道读什么, 或者呢, 他们根本没时间进行课外阅读, 在这一点上呢, 芬兰人的做法特别值得借鉴, 阅读至于芬兰人, 早已是一种普遍的习惯, 他们对阅读的重视程度啊, 或许啊, 就和我们对数理学科的看重一样, 芬兰孩子的第一本书是政府送的, 那时每个芬兰宝宝都会拥有的诗歌绘本, 政府呢, 希望幼儿从小就在父母的引勇中, 吸收语言的韵律节奏, 芬兰人爱看书的习惯, 可以说是从零岁开始, 孩子入学之后呢, 每天的家庭作业之一, 就是至少半小时的自我阅读, 这半小时的阅读啊, 不是说要让孩子拿个小本子, 逐一记下自己读过的书名, 而是鼓励孩子呢, 去读自己爱看的书, 以乐在其中为最大宗旨, 在学校里啊, 老师往往营造群体阅读的风气与平台, 依据每个学生的兴趣与阅读深浅, 为他们量身选择不同的书册, 引导他们乐在其中的阅读, 同时呢, 学校还采取交互式教学, 学生会和老师一起, 选择有兴趣的青年文学啊, 报刊杂志等等, 学校更会和图书馆, 与各个推广阅读的协会组织一起, 举办不同形式的活动, 让阅读更生活化, 再有呢, 芬兰的图书馆比购物中心密集, 设施更完善, 芬兰在1928年就制定了图书馆法, 每个城镇必须有自己的图书馆, 构成一个密集的图书馆网络体系, 芬兰80%的人民使用公立图书馆, 平均的每位芬兰人每年, 造访图书馆的次数超过10回, 在人烟稀少的地方, 芬兰配有专门的流动图书馆巴士, 每年的借约量达到740万册, 如果偏远地区的孩子们无法去图书馆, 那就让图书馆去到孩子们身边, 芬兰大大小小的图书馆, 无论是建筑还是软装设计, 甚至于一张座椅, 往往都是出自大师之手, 音乐艺术专区儿童区, 往往比娱乐广场设施更完备精彩, 图书馆演, 然成为芬兰人精神生活里最奢华的享受, 所以说呢, 芬兰教育成功的第四个秘密, 是重视阅读, 阅读被芬兰人视为终生资产, 不是资质优异, 环境良好书香世家孩子们的特权, 而是一项普罗大众都可以拥有的资产, 与一生受用的能力, 至此呢, 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芬兰教育的秘密, 但是这些秘密是从哪来的呢? 它并不是一席之间的产物, 而是芬兰过去三十多年教育改革的成果, 通过这个改革, 芬兰的整个教育体制, 从以前标准的权威管制方式, 改成由下而上的相互信任, 才渐渐成就了今天芬兰教育的经验, 世界, 经验的芬兰教育有没有缺点呢? 一位芬兰老师就坦言或许啊, 芬兰教育最大的弱点, 恐怕就是, 无法为个别资质优异的学生, 提供更具体更特别的内容, 或者是针对个别优秀学生, 量身定制课程, 不同于其他国家砸钱半高等教育, 芬兰把钱, 主要投在了, 人人能享受到的中小学阶段, 这种不断强化教育, 辅导学习能力低落孩子的教学呢, 是一项耗时费力, 并且需要庞大教育资源的工作, 但是在国际经合组织的评比当中, 芬兰被认为是运用教育资源, 最高效的国家之一, 不过呢, 在最新的两次披萨测试当中, 分别排位第一和第十, 而芬兰排第四和第五, 这意味着芬兰秘密失效了吗? 其实未必, 只要仔细读读披萨测试的报告, 就会发现, 芬兰显然比我们更懂教育, 因为它把我们早早就提出的尊师重道, 天生我才必有用, 有教无类的理念, 这几十年来一直脚踏实地地落实下去, 而在芬兰之外, 同是亚洲国家的日本和韩国, 在历届披萨测试中也有不俗的表现, 在2015年的测试当中呢, 日本排名第二, 韩国排名十二, 日韩两国与我国一一带水文化相似, 但是相比之下呢, 他们的教育理念, 反而与远在北欧的芬兰更相似, 他们同样的重视教育的平等, 不刻意地去评理优劣, 他们也同样注重生存能力, 与公民素质教育, 提倡从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品格做起, 要求每个孩子管理好自己等等, 这些理念和做法, 都和芬兰的教育理念一曲同工, 对基础教育的实际投入, 在一定程度上, 决定了一个国家教育的公平程度, 无论置身于什么教育制度之下, 家长都向往自己的孩子, 能享受优质的教育, 当公共基础教育不能满足, 这个需求的时候, 教育就没法做到真正的公平, 即便我们刚才说到的, 重视教育平等的日韩, 也依旧存在着责, 校补习班等等现象, 而芬兰在这一点上, 值得我们学习和关注, 丰富内心,增长智慧, 每日听书,万籁有声, 请订阅我们,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, 如需购买此书, 请点击视频下方的购买此书链接, 我们下期再见。